青年創業家 踏入互聯網新時代 青年創業家必須裝備自己 進行數碼轉型 配合市場所需 由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資助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 數碼轉型創業奇兵 提供實戰培訓及資訊 並且探索香港及其他大灣區城市的機遇 計劃為期一年 除了一系列精彩的創業活動之外 青年協也舉行了成果分享會及加許禮 五支數碼轉型最成功個案 獲選成為優勝團隊 讓我感覺到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都還是非常有活力、有創意的 還是願意去通過自己 不斷的勤奮的努力去尋求新的突破 工作的、創業的、新的機會 我想除了他們怎樣利用數碼化去轉型 為他們自己本身的業務的內容去做一些修正 或者改善 又或者利用數碼去宣傳他們的項目 或者他們的業務 這兩樣東西都是要與時並進 和終身學習的 最重要是持續廣告或數碼推廣 這都是其中一個廣告的工具 最重要是究竟他們怎樣可以 和他們業務能夠結連 他們能夠持續地去做 和中間繼續去優化所有的一些不同的活動 或者可能一些廣告的運用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很多人都可以很精確地應用到在他們的行業裡 而有一些我覺得比較吸引到我眼球的位置 就是某些隊伍可以很清晰、很有條理 亦都可以很有discipline 就是去執行整個過程 可能由一月、二月、三月應該要做些什麼 慢慢地去將他本身的business去推行這個數碼轉型 從而再得到這個result 這些都是我樂於見到的事 其實今天的表現是出乎我意料的 有很多在當初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覺得很沒有方向感 或者不知道怎樣做 但當中他們真的很努力去嘗試 去問我或者去拿多些不同的資料 發掘多些不同的知識範疇 他們沒有的知識範疇去吸收 令到我今天很驚訝 看到他們好幾個的present 是完全脫胎紅骨的 是好像突然間變成熟了很多 在短短幾個月之間成熟了很多 有一個終身學習、不斷學習 對自己能夠不斷反思、檢討過去、過往 然後總結、評估過去 能夠不斷接觸新的知識、新的科技、新的環境 包括新的文化和思想 不斷地去豐富自己 每天都有進步、每年都有進步 數個全景、創業疾病 再次衷心感謝所有專業陪審、導師的鼎力支持 清協將持續提供一站式創業支援 鼓勵青年加強、營商技能及提升競爭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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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